中文字幕已輸出 今天我們來算針織毛帽 只要會算針 不管線的粗細 男生女生 大頂或小頂 都可以織出合自己頭圍的帽子 标签上的帧号是使用玫瑰8或9 到我是使用日归的10号 首先我们来起帧 拉一段线 线是放在靠近食指的地方 将线挂在食指跟拇指的地方 像这样子勾住线 那线的话用小指头压住 食指压住已经勾出来的线 慢慢的支出你头尾的帧数 来支下针 下针的话就是往下搓 然后线也是在下方开始挂针 往下搓 然后线在下方勾 然后线在下方勾 我们再看一次 就是像这样子 慢慢的支出 下针 背面我们支上针 上针的话刚才我们是往下 所以上针的话我们是往上 那线我们也是要往上 然后往上勾 慢慢的退 这样子把上针支完 第三层我们来支 一下以上 一下以上 下针往下 线由下往上勾 第二针把线拉上来 然后往上支 往上勾线 那下的话线一定要往下拉 上的话一定是要把线往上 这样子就是一下以上的螺纹起针 用一下针先打一片支片 大过十成十 再算你要几段或几针 那将你的尺对齐排列 依照由左到右的话是 你是几针 那算的时候要看哦 有正跟反 行数要算对 那上下的话就是几段 这样子是帧数 那大小是十成十 首先先将十成十字出来 算出你的十成十是几段 和几针 那我这边的头围是五十六 先用我这边是用十号跟八号 之下段的螺纹我们是小两号针 先用一般的磅针将头围的针数打好 那开始的时候我们右边的磅针使用轮针 这边是使用四十公分一样是八号的轮针 那跟前段的交法一样 我们一开始的螺纹起针使用的是一下以上 那慢慢的织完之后我们要将它合并成为一圈 那一样是第一针是下针 直接就织 像这样子挪过去 那第二段的话就是下就织下上就织上 慢慢的织到你所要的高度 那我这边的话已经织六公分 上面的瓶针我们换大两号的针 我这边是用十号挪几针过去 这样子接口会比较顺 那这边的花样是两上两下两上两下 那这一圈八十针 我加八针 所以在第九针跟第十针的时候 我要加一针 那先将起头的地方做记号 那九到十的地方的线把它勾上来 如果你直接支它会一个洞 所以我们要扭就是由后面 绕过来由后面勾 这样子的话针会比较密 不会跑出一个洞来 那第十针一样是直接就支上针 慢慢的就是在第九跟第十的中间 我们加一针 那一边支的话底下螺纹的磅针 我们就会支完 那加最后的一针 一样支到九跟十的中间 挑上来 那我们勾的时候是由后往前勾 这样子我们第一段的平针 支上针就支完了 那只要留第一个起针的记号勾就好了 才不会混乱 那这样子我们是两上两下 那第二段的话我们一样就是支上针 直接支上去 那上由上的结束开头 我们要换下 那就两上两下 往上支十三公分 到十三公分的那一段 我是下针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要减八针 穿上记号勾之后 我们支到支完九针 在第十跟第十一的地方 要合并减掉一针 那十跟十一一起打下针 这样子就减掉一针 像这样子的循环 直到第九针 我们把第十跟十一合并起来 把第十跟十一合并起来 剪掉 一共是要减八针 那我们剪到最后的一针 一样是剪掉之后 那是两上两下 所以我们这个下针 也是要打两段 剪完之后呢 我们就像这样子往上支 高度由自己决定 我是支十公分 那我们要做最后的收针 一开始我们先支两个下针 将右边的套在左边 那我们要重复这样子 把八十针都收完 收完一圈 八十针我们要分四等份 那把线剪掉之后抽出来 装上手缝针 像这样子我们会看到一针 不晓得您有看清楚吗 先缝过去之后 再由原来的那一针缝出来 这样子的话会看不到结尾 那我们再缝一针固定线 那四个点 我们就是像这样子 缝上去 有点卡 先把记号圈先剥掉 那四个点都缝一圈 拉紧之后 再缝一次 那缝好之后呢 我们将线头一样在原地再缝一针 然后把线头藏好 就把剪掉之后 我们要把头的线头藏好 那缝法跟前面的一针 那缝法跟前面的一针 一样是把线头藏好 这顶帽子呢 它的帽颜非常贴头型 那深度的话可以长可以短 天凉的时候把它盖下来 让耳朵非常的保暖 造型时尚又舒适 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觉得还不错 帮我按个赞 谢谢您的观赏